我覺得你塗白色的指甲又不漂亮 我問你很想你不要塗 我塗了之後她就說 我覺得你很養素 然後不想見我 其實她可以好好地 一是她就在那裡畫我 你真的很不孝 嘩 整年你都不跟你阿嬤說話 你阿嬤死了你都不知道 嘩 你這個是終極勒索 如果你很滑淚脆的這樣說 那你就是勒索 但如果你語氣是好一點 那你就是殺的 語錄 你贏 這一句可以做語錄 HELLO 大家好我是Sherry 今天我找了兩位新朋友 其實應該是第一次出現在我的頻道的朋友 和我一起拍片 他們就是 Hello 我是阿嬤 我是很順的阿通 上次在拍拖片的時候 就和大家說過聖諜定型 這次就想和大家討論一下情緒納屬這個問題 很深入 很有營養的Youtube 其實我們一上三號經常會遇到很多情緒納屬的問題 我簡單說一下情緒納屬是什麼 情緒納屬是心理治療學家Susan Fowler 在2004年說過 在一種關係上不願意為自己負面情緒負責 而企圖去做一些威脅和理由控制他人行為的行為模式 有時我們會為了維繫和重要的朋友 又會降低自己 不想和他對他有什麼不好的感覺 而被對方強迫自己不想做的行為 我之前提過在榮革心理學裡面的陰影頻道 其實當時他也提過 這種情緒是來自於當時人內在的陰影 我們整個生活中都會遇到很多人跟我們這樣說 或者可能我們自己無意間都這樣說過 你有沒有一些例子 你有沒有聽過別人跟你說的 有啊 我爸爸每天都情緒勒索 他經常跟我說 他老了 沒用了 他死了也沒有人可憐他 然後我就覺得很苦惱 但我又要聽著他這些東西 因為我不會接受到他 越接受他就越攻擊我 我根本就不知可以怎樣做 其實這些是否給人聽說話 我收入了一些我身邊的朋友 還有自己經歷過一些語錄 情侶之間可能他們要出街 然後就說沒所謂 你真的可以去的 我一個人真的可以去啦 去啦去啦去啦 你不用理我的 這個要假裝的是什麼 不想關心的那些態度 哦 是啊 抱抱抱 其實心裡面超介意的 你笑上去啦 是啊 是拍拖的 想被分手 原來我們一起的這段時間 對你來說什麼都不是 哎 原來是這樣啊 你們真的不行 說話又骨 是啊 好像是分手前攻擊你一樣 是啊 不過我發呆了 他差一點還沒說到 如果你跟我分手的話 我就傷害自己或你是自殺 我接受不了這些對象 我會覺得他好像恐怖情人一樣 你怎麼跟這個人走一輩子 說真的 他這樣對你的話 對呀 先說一次分手 他就說要自殺 那如果結婚前的禮物 他是不是真的跳下樓 對呀 拿你兒子一起跳下樓 你叫我 我某任前度 他經常都會說我沒有一技所長 然後他叫我去找一個技能去學 然後就說你找工作 正正經經的不要拍片 然後又會說 如果我不聽他說話 他就會發脾氣 又扔東西 又罵人 還要爆悶 心想我做錯了什麼 我覺得是 你有你堅持的項目 他不太理解到你堅持的項目 他永遠都覺得自己是對的 嗯 這個是情想落索的人的心想而已 對 他覺得他沒錯 他也不會因為他自己在落索你 是啊 但你聽起來就覺得 我真的好不好 你那個自我教育都會對 是啊 你讓他搞到一個自信 對 而且他很喜歡用我 作為一個出發點 就是我什麼什麼 我現在就怎樣 我不理應該怎樣 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說話方式 都令別人聽得很不舒服 嗯 有時候我回去學的 然後可能我買了一杯咖啡 他突然罵我買咖啡 我心想買咖啡也有錯嗎 他就這樣喝咖啡不好的 我只是為你好而已 我也是拿著一杯咖啡 拿著電腦 再加上電話 他哭了在街上 說對不起啊 我不應該這樣做 你這樣做 你這樣做 他有什麼咖啡 你下次喝咖啡的時候 你不會偷偷地這樣做 是啊 進化到我有很多事情都不會跟他說 因為你明知道他會不喜歡 因為你只會自己分擔 不知道為什麼 銀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吵架 指甲油的顏色 衣服的顏色 他應該是控制坑 但全部都是我為了你好而已 我覺得你塗白色的指甲油不漂亮 我為你好所以你不要塗 他真的這樣說 然後我塗了之後 他就說我覺得你好養素 然後不想見我 是很控制坑的 這個很崩潰 我真的很傷人自怨 是啊 那一年半我就這樣度過了 父母經常都會說 我為你好才會這樣而已 我爸爸也經常這樣 他會有意無意地 發政府工的那些 招聘的新聞給我 看說 童童啊 看這個這個好像很好玩 他應該覺得我不是很賺到吃 然後他就這樣發給我叫他找工作 然後我婆婆也會的 我婆婆經常都覺得 在家就沒事做 然後他就說 童童啊 樓下那間再培訓中心 再培訓中心 再培訓 不如你也去再培訓一下 你現在不完業也沒什麼 但我那天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很難才有一天可以在家休息 我也是這樣 我家有時候都會說 你經常用電腦 是不務正業 然後我也是為你好 晚上我在剪影片 用電腦 他會凌晨的時候跟我說 我也是為你好 才叫你早點睡 因為我心想 其實你也沒睡覺 你怎麼說我呢 為什麼攻擊我 是慘被攻擊那個人 在我們拍影片 每一代都會覺得 我們是比較不務次 你不是很理解 這些新型產業是怎麼做的 可能對著電腦按鈕 真的賺到錢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看一眼就問 你什麼時候找回一份工作 新年真的很嚴重 我媽是我爸爸那邊 我爸爸有空 叫我打給我媽 有一次我爸爸叫我去打電話給他 其實他可以好好地說 童童媽媽很想念你打電話給他 然後就在那裡說我 你真的很不孝 整年你都不跟你媽媽說話 你媽媽死了你都不知道 我媽媽死了 哇 這個是終極了 超級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 你不斷說 你是時候要打電話給你媽媽 那就可以了 其實很多時候可以用好一點的方式 對 但他們很喜歡說話 令人傷害到小孩 對 我發現家長是比我們年紀大了 他會覺得自己見識的是多過我們 所以他做的事是對的 而我們入世未深 所以我們基本上要全部聽完他 跟著他的路來走就對了 他就是那個offer好了 對 但其實我們也有自己的想法 對 我當時 quit you的時候 我有一個offer 然後我就不要那個offer 然後我媽媽生得絕食 絕食 絕食在床上幾天說我 還要跟他讀you 結果我都很堅持我自己quit you 我也不理他 然後他就好了 他知道受人或受女都不行 他就接受了這件事 所以你有時對付這些人都要 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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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眼 有沒有聽過有些朋友對著你說 你是不是朋友來的 你朋友就幫我吧 這些話 通常借錢的時候 對 我只是想說 我的朋友就是這樣問我借錢 我跟他說其實我也很窮 如果我想幫我都會幫你 但我真的給不到錢他 對 他借幾萬元 嘩嘩 整個身交都沒有錢 後來我知道他在我的app 認識了一個台灣女生 台灣女生想騙她的錢 然後他就周圍籌其問人借錢 有嗎 有啊 那女生拿了錢就消失了 我們跟他說明明是騙子 他還要蹲我頭前進去 開程的萬物 我真的搞不定 真的可以 通常都是我借索 你借索有 但你借索也很提供那個語氣 如果你很滑淚脫 這樣說 那你就是借索 但如果你語氣是好一點 那你就是撒嬌 語錄 你贏這句可以做語錄 譬如男朋友要外出 你都不記得我 哎呀你都不記得我 你成熟的心變了 如果你想成熟 索人的話 你要軟性一點 你要令對方有心痛的感覺 而不是核雷脫 令對方有黑感覺 對 所以說到最重點 其實你說出語氣 我也覺得是 但語氣這件事很難控制 你不會一時三刻學習到這件事 我覺得是由一個原生家庭 他本身呢 父母是怎樣 就是 子女就是怎樣 對 好像說話有60% 就是在你的語氣上 和你的身體姿勢都會出來 一剩下你的意思 都會很好笑 這個是不是你學而愛的 哈哈哈哈 很重要 所以語氣都很重要 如果那個時候的男朋友 適合你 下次不要喝咖啡 因為你喝咖啡 身體病了 我會心痛 那你就不要喝咖啡 這件事已經不同了 是女人男 我怕男朋友 嘩 男朋友好貼心啊 可能你的出發點也是一樣 但你得出來的結果就完全不同了 語氣真的很重要 有時候呢 冷暴的都是情緒有十幾一種 大家不理睬大家 或者可能大家本身吵架 大家的心其實已經沒事 求我 但一直都難見完 不跟大家說話 但我程度上 對內心來說都是一種折磨 在去年的新年前 我跟一個吵架 其實是為家裡很少的擺設吵架 然後呢 生氣到我跟他半年沒有聊過 但我跟他是一間大房間的大小房間 每天 總之他開燈會阻止我睡覺 我開燈會阻止他睡覺的情況 但我們竟然半年都沒有說過話 有個好朋友的朋友 生活中真的很朋友 很流行一言不發走了 然後生氣你 然後你就不知道你哪句話得罪了他 我記得當時跟他出街 當時很流行VBOX的鞋 有兩種很奇怪的形狀 然後我跟他說 你今天好像有點奇怪 我衰的 然後他就很生氣 然後呢 我們過馬路 有一條直走的路 有條直走的路 分岔走的路 有條直走的路 他沒有跟你說任何東西 他沒有 然後我就回家了 然後你第二天呢 第二天他也不找我 第三天他也不找我 然後我們一起吃午餐 這件事也能解決到的 對 但他經常都是這樣 你說了某些事 就不知為何會踩中他的線 對 然後跟他相處 我就很少說 很少comment他 你很漂亮 今天穿得多好 我們就變了experience 我身邊也有一些朋友 我不小心說話 會踩中他的地雷 他本身是笑的 然後就不笑 要放在一邊 再黑麵 低氣壓 對 對 我捉不到他們 無緣無故 我覺得跟這些人很辛苦 你都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有些是沒有所謂的 原來他是很有所謂的 對 吃哪間餐廳都隨便 裡面還有一樣東西 但他看了很多間 看得極不合 然後很生氣 那些懶暴力真的很難搞 對 好了 說了這麼多情緒納索的例子 或者我們的經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一些 自己經歷過的情緒索的事 如果有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說 還有分享一下 還有想跟大家說 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很過分的情緒索 記得要懂得回避 不要還要從這個圈不停地循環 因為最終辛苦的就是你自己 要硬起來 沒錯 要保護自己 站硬 沒錯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就給我讚好和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還有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以及Youtube頻道 還有在下面的InfoBoss 大家的期間進去看 還有這條片是關於戀愛迷思 就會在我們的頻道出發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的InfoBoss 按下看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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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嘿 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